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有关 目前在美国各大院校所发生的示威活动 这系列的示威全部都是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有关 我们也在不少的新闻媒体都见到 美国当局以一种颇为强力的手法来镇压这些示威活动 当中也带来不少示威者被捕 有些示威者更加在媒体面前被警察拔开他们的头巾或口罩 刻意地把他们的面貌暴露在媒体的镜头面前 这些是不是有涉嫌侵犯人权呢? 这也好看,美国的法律如何判断 不单止如此,由于这系列的示威也引来 亲以色列的人去到示威场地 与反以色列的示威者打起上来 情形都颇为混乱 而且在美国的民意调查里面 也对因为这系列的乱局使得民意左摇右摆 而最近美国在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 这系列的示威为何可以在美国燃烧得这么快呢? 有不少的美国人就认为这系列的示威正正是多得 这个社交媒体TikTok所带来的舆论上的影响 原因就是TikTok是一个非常受年轻人所欢迎的社交媒体软件 在调查还更发现 有大约58%的受访者都认为北京是利用 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这个社交媒体应用 来影响美国公众对舆论的看法 至于选择不同意的人的占比就只有13% 其他的受访者就表示对问题不明确或者是没有作答的 所以就有美国的政客拿这份民调来大肆做文章 直撤中国是今次的乱局的背后黑手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根本非常无稽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仅只有TikTok一个短视频应用分享平台 另外也有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等 他们也有短视频分享的功能 但为什么这项民意调查只是针对TikTok呢? 明显就是今次的民意调查 就是刻意给到美国的政客 可以再一次攻击TikTok的一次好例子 不单止共和党人借这份民意调查 来向TikTok发难 民主党人也有人加入这场攻击TikTok的行为里面 事实上TikTok是一一遵从美国政府 对他们的要求有关保护数据安全的措施 这个更加承诺过是不会和中国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 而且美国的用户数据全部都是储存 和由第三方的公司 也就是美国公司Oracle来到去管理的 TikTok无论怎样去进从美国政府的要求 但都没办法满足这一系列的美国政客的要求 继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可谓无理取捞的攻击 而且事情已经发展到美国总统拜登更加是签署了法案 这次可谓史无前例 而且更加是对言论自由的一次挑战 所以TikTok也向美国政府发起法律上的挑战 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 TikTok不少的用户更加是对这次的决定采取他们个人的法律行动 美国蒙特纳州法院在去年11月就已经以涉及言论自由为理由 阻止了在这个州攀布对TikTok的禁令 同一时间在美国也有一些谣言流出 就说字节跳动正正是积极考虑着以什么方式来出售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不过当这些消息传出之后 字节跳动公司也透过另一个社交媒体 也就是今天头条发布了消息就说到 有关在社会上所流传会出售TikTok的消息是完全不熟实 字节跳动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没有任何会出售TikTok的计划的 事实上就算字节跳动想出售都好 中国政府都是不会容许的 而且较早前中国政府也公开反对任何强制出售TikTok的行为 并且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中国的企业 如果我们看回目前美国的民意调查里面 目前就有过半数的美国人就支持禁止TikTok 而反对的就占有32% 其他人就没有表示任何明确的态度 还有就是这次的民意调查主要针对对象都是美国的成年人 也没有包括任何18岁以下的人士的看法 事实上TikTok在美国的青少年当中 那个占比是非常高 40岁以上的年龄群组里面 就有大约6成人支持封禁TikTok 18岁至39岁的年龄层里面 就同意封禁TikTok的比例就大约有四成 这些人主张封禁TikTok的理由就是 因为中国会利用这种应用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监视 而竟然有这种看法的人在美国就占46% 可想言之 有多少美国人是可以说得上是活在谎言下了 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和有什么必要 会利用一个社交媒体应用 令到监视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呢? 刻意监视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又对中国政府带来什么好处呢? 监视完收集所数据回来之后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都是非常无契的说法 但美国人竟然有多达46%相信这些无契的说法 虽然中国多次否认这一刻你的做法 但始终呢 美国可谓充斥着一个谣言的国度 所以也导致这样出现这么理性的调查结果 因此也有时事评论员都认为 自从习近平上来之后 中国已经在行一个很不同的外交方式 无论是针对新疆维米人种族灭组的活动 以及掩盖新冠病毒的源头 以及干涉和渗透西方国家内政等等 中国的外交官 以及在面对一系列的国际批评的时候 都是一概否认 这些是什么叫评论呢? 中国一概否认这一系列的说法 原因就是这一系列的说法都是谣言的嘛 这也不是指习近平上台就是会否定谣言的 既然是谣言当然就要否定了 有什么必要要同意 又或者作出多余的解释呢? 单止是这样 更有人说到TikTok这个应用软件 在美国可谓无处不在 就算连拜登的竞选团队 都在TikTok上开了个账号 来对争取年轻的选民的一个沟通方式 并且希望可以直接赢得在11月所举行的总统选举 至于拜登的对手 也就是共和党代表的特朗普 反而特朗普就表示对拜登封禁TikTok这个计划 好像有批评的态度 讲返这个民意调查 当中就有高达60%的美国人就认为 美国不少的政客使用TikTok来展开竞选活动这个做法是不恰当的 好了 如果使用TikTok不恰当的话 那用Facebook用YouTube或者自己创办社交媒体来做宣传 那又恰当吗? 特朗普自己就创办了一个叫做social truth的社交媒体 以前特朗普就很喜欢利用推特来发表意见 现在特朗普已经不再在推特发表任何的说话了 转移利用自己开发的社交媒体软件 所以整件事就非常无理取楼 以及突显出美国的霸权主义 TikTok在美国经营得有声有色 使得不少美国的用户可以透过TikTok来展开他们自己的业务 分享自己的兴趣 甚至分享他们生活上一点一滴 更有不少自媒体利用TikTok这个平台来经营他们自己的账号 或者经营他们的生意 TikTok更是不少美国的小商家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 或者你会问为什么美国人不用Facebook 不用Instagram和不用YouTube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认为TikTok可以很有效地将他们的视频内容 有针对感发布给一些有兴趣的用户 正因为这种有效的演算法也使得TikTok可以在美国经营得非常成功 好棒的就是由于普遍来说 在美国社会里面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着敌意的国家 我觉得中国就是敌人 对于任何和中国有关的成功案例 他们每天都视之为对美国有敌意 其实不单止TikTok做到如此无理的打压 之前有华为另外中国在其他非常成功的领域当中包括太阳能产品 中国制的电动车以及中国制的消限用的无人机 只要稍为成功的美国都会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例如大疆制的无人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现在美国舆论又再借TikTok来大做文章 就说TikTok对于今次一系列的示威起到促进的作用 如果TikTok是起到促进的作用 那么Facebook、YouTube、Instagram呢? 其实这些平台都有美国示威的视频 为什么其他美国的社交媒体就不会被批评反而是中国公司所经营的社交媒体 TikTok就遭到如此对待呢? 所以无论美国的政府 与靠在美国的社会舆论 普遍来说对TikTok抱持一种负面的看法 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本身根本都不算得上是一个什么尊重言论自由的国家 说到最后 言论自由都需要为美国的主流议题所服务 万日你所宣扬的东西 又或者你遭受到美国的主流议题所针对的话 这样你在美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情形就好像TikTok那样 相信跟着下来 TikTok也会在美国展开一系列的法律行动 那TikTok能不能成功绑到美国政府的议案呢? 以目前来看排面都只有5050 还有就是在发动法律程序也需要花很多钱 而这些钱都真是冤枉钱来的 但是对TikTok来说 以目前也都别无选择 虽然TikTok遭受到这么无理的打压 更加令我觉得差异的就是 竟然有人都认为 出售TikTok的业务是无可厚非 说到底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钱字而已 价钱对就卖了它 没必要死抱住不放 这种说法我认为是非常无耻和无知的 首先第一 中国政府已经说了是不建议出售的 而且在较早前 中国政府也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措施 就是甘子出售透过演算法来推送内容的技术 而这种技术虽然它没有说明是什么公司来使用 但明眼人一看这种技术就是TikTok所使用 所以中国在法律上也都间接禁止了 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出售TikTok的业务 再者TikTok也都声明过 不会选择出售在美国的业务 宁愿放弃美国的市场 所以我认为那些建议TikTok要将他们的业务出售 甚至乎认为TikTok是抵死的人 我建议他们好好地再理解一下事实是怎样 有些人连TikTok都没用过 就无理地批评TikTok 情形就像很多的美国政客一样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TikTok是一个什么的应用 我自己每天都花大约15分钟看一下TikTok的东西 我认为他们的演算法、推送内容的系统是非常准确 比起Instagram、YouTube是更加准的 而正因为这样使得TikTok能够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受欢迎 很不幸的就是TikTok就夹在这些政治漩涡里面 我自己都希望TikTok有一天能够可以远离这些政治漩涡 继续经营好他们的社交媒体、应用 那就最好不过了 但是很不幸有没有这样的日子呢? 看怕也不会有的了 关于TikTok的话题,今节就说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